北京文化论坛贺信精神 其贺信精神扎实做好 首都国家一致表示 在2023北京文化论坛期间 参会代表朱一龙 接受了本台记者的专访 他表示作为演员 有责任讲好中国故事 我就讲到很多之后 让自己也在这个论坛当中 在听所有领导发言 然后在还有各国的 各个国家的市长 副市长 然后都在讲关于文化 关于交流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自己也想了很多吧 就是结合自己的职业 在当下我们应该去传承一些什么 然后去创造一些什么 我觉得作为演员 就是传承 就是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 然后对于表演上来说 其实就是 还是我们得回到生活 然后把所有的表演的 从生活中继续养分 然后去带到角色里面 去让人物更扎实一些吧 我觉得我还挺幸运的 就是每一次能够 在电影里实验的角色 还有题材 其实都整个 就是类型差别还挺大的 然后在不同的人物之间游走 然后在不同的空间 不同的故事里面游走 我觉得也增加一些自己的维度吧 志愿军我们提前 其实会将近 很长两三个月吧 我们开始提前集中训练 军事化的训练 不光是军资 还有一些技术战术动作 对我们那时候都要去学 然后还有像河边的错误 河边错误拍摄之前的时候 我们也提前了差不多 一个半月到两个月 去到南风 一个城镇里面 然后去田生活 你即使不能找到一个 跟你的角色完全一模一样 但是你会在不同的 真实的人的身上 找到跟你这个角色 有每一个 可能有那么一点 或者是两点共同的地方 然后把它集合在一起 至少自己在塑造这个角色的时候 内心是充实的吧 你知道是 它有具体的样子 是什么样子 就不用光靠想象 去塑造一个人物 我觉得现在大家 对于国产电影的关注度 真的比以前 我觉得要高了很多 大家可能不会再满足于特效 就只是特效的电影 或者说原来盲目的会 会相信大片 好莱坞大片 或者是过来的一些大制作 但是现在好像大家更关注国产电影 然后更希望看到 有温度 然后有 有我们自己 中国的故事 然后能共情的 这样的一些电影吧 只要有时间 我就会去 去电影院看 只要有时间去电影院 就是正在放 当时正在放什么 我就去看一看 笑着她看了 对 路演的时候看 然后 永安镇 还有风神 我觉得就是在电影院看的时候 跟你在剪接房的时候 感觉会不太一样 跟观众一起看的时候 你可以特别感受到 到了某个情节 或者到了某些节奏点的时候 观众给予的反馈 就对 你可以马上及时的就 就感受到了 好吗